沒有問題的話,我們進入下一份文件 黃文靖議員 除了東西這個字眼,你有沒有考慮過其他的可能代替到的字眼呢?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一時想不到,但是東西寫在法律裡面真的很突突 是嗎? 是啊,我忘記當初是我提的,是誰提過的 多數都是黃毓民議員提的 都是你說的,是嗎? 是很突突,放下去 或者是事物,又不是事物 你有沒有曾經考慮過其他的字眼呢? 你回去再考慮吧,好嗎? 因為反正,毛議員現在提不到的建議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呢? 好啊 因為他提到,其實在那個現在的反應 都有幾個地方用這個東西,這個詞來表達 就是相類似的意思 他現在想不到第二個詞 陳先生,好嗎? 好,陳先生,你講解吧 其實反應法例本身都有用東西這個字的 還有其他法例都有用東西這個字 那現在,字典來講都有東西這個字 即如果你查字典,都是有講這個意思 正如文件所講的就是 東西就可以泛指各種具體或者抽象的事物 那其實,在某些情況之下 東西這個字,其實我們覺得也沒有一個特別不可用的 有時東西是指人都可以的 那些什麼東西 是嗎? 東西指人都可以的 有時不只是指個事物的 普通話一句,那些什麼東西 都是,都是,都是 不是這樣,是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對那個含意 如果你真的追完索詞 你以前叫東西是叫南北的 真的 後來才改成東西 不要笑,你查些字書 最早其實真的用南北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在這裏,為什麼我沒有回應呢 我覺得也很難去換另一個詞來做一個表述 所以我也是提出一個質疑 你說得沒錯,很乖 你看習慣英文 你一變成了中文就是這樣了 很多時候 我現在慢慢看得多 我已經開始習慣了 我只是希望有時不要那些句子類聚 和不確切 有時如果你用來做表述的東西 現在被迫著接受 相反來說,你看習慣中文 你看英文就覺得它很有趣 一樣的 也不是的,英文是清楚很多的 英文是清楚很多的 不是崇洋的事實 同時如果對這方面沒問題的話 我們便進入下一份文件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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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